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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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个No.6的动画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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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应该看到会想哭 想捐那个脚架给我们 有那个上昂最近有赞助的 可以请我们喝一杯咖啡 买脚架 买脚架 好 那我的回答呢 一番难道是翻译时 日本的媒体中用的寒容表现 听到时 听到硬的印象 不断的平衡 这一段时间 我们必须更加努力 然后Hika的回答说 最难的应该就是翻译的时候 要拿捏用词 然后是否有没有符合 日本新闻的习惯用法 然后听起来又不会太生意的感觉 然后未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好 然后我先聊一下我刚才的那个回答 我觉得四处海巡这件事情 就是很容易影响到 我睡前的心情 真的吗 因为像五字夜曲跟 有时候推特上面的言论 真的是很脏 对很脏 然后你就会觉得 干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烂人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躲在键盘后面 然后就觉得自己可以 肆无忌惮的留言 我就超不爽 不管是什么议题都一样 下面一定都会有很多 奇怪的算命 然后看到的时候就 滑掉这样子 你是因为做这个节目 才开始海巡吗 还是你本来就有在海巡 可是没有那么大量 这样五十夜曲我以前就没有在看 我以前就是可能偶尔真的太无聊才上去看一下 可是现在就是我几乎每天都会都会看 像这一点我就很佩服EJ 因为我像我自己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我就是完全不管外面在干嘛 我就是做我想做的事情而已 就是我不会跟流行吗 怎么讲 哦你不会想知道现在发生 对对 或是什么现在最最当红的话题 你可能就不会也没兴趣 除非它自动跑到我自己的页面 我才会看到 而且我有兴趣才会点进去 不然就是滑过去 对对对 所以就觉得超厉害 我本来就是 我们的题材都是EJ提供的 几乎啦 如果大家有看到有趣的话题可以贴给我 我也是很累 就真的很难耶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新闻都是比较 严肃的 就跟我们的初衷有点不一样 因为如果我们这个挑太难的议题会 太无聊听起来 或者是像最近corona karma 然后很多虐童的事情 嗯 的指数一直往上 这个其实你有提过一次 但我后来没有选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太沉重了 然后像家暴跟虐童还有女性自杀 这几个都是因为corona karma 然后在家工作 之后 日本其实很常有新闻就会提到说 因为就是就是 telework的关系 所以这几个面向有提升 之类的 像这个就是 虽然是一个新闻没错 而且我觉得有些台湾媒体也没报 这件事 可是如果把这几个比较严肃的议题 然后翻上来到我妈妈Pakets讲 然后就会觉得说 啊大家听的心情又不好 然后我们在台湾又无能为力 对不对 所以就是像 有时候看到很多这种新闻的时候 也很难下去写 就好像只能看娱乐新闻啊 谁又搞外遇啊 或者是 真的谁又讲很好笑的话啊 这种的 所以题材其实真的蛮受限的 嗯 就是这样子 还是有观众想要看这一类的题材的吗 这样很好写哦 我每周就可以 升个三 三题不是问题 三四题 嗯 可是就不有趣啦 那个就 就是一般的行为 虽然是社会现象啊 日本社会现象 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提啦 对不对 我们还是会挑 就是我们不是都会两个比较有趣的 然后一个比较震惊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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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像之前那个 夫妻别姓嘛 哦那个 那个也算是比较 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没有 没有一个 具体的人受到伤害嘛 对 因为像 那个虐童或者是那种 自杀就是有一个 真的有一个人 真的有受害的 对 所以就是 这就是我们 选题的困难点 好 好啦 那就 啊 然后有 听众问说我是怎么 在哪 哪里收集资料 好可以念一下 所以大中的就是 推特一定是每天滑嘛 然后看推特趋势 然后如果大家想看日本的推特趋势的话 要记得把自己的区域定在日本 然后像今天我们录音的这一天 所有推特趋势都是巨人玩节 之类的 就是巨人 然后 各大新闻网是一定要的 可是各大新闻网 比如说像NHK啊 然后 阿萨姨啊 然后TBS TBS是哪一间 不知道 好 反正就是那那那几间 的话通常都是比较 震惊的新闻 就是 像 刚刚有聊到那个大阪的那个 染疫人数又往上 那这几个 就是大大的新闻社会 会有的 震惊的 地步 嗯 然后接着就是有几个 网站 然后就是有点像是 湘民会用的 然后有一个叫做 闲人数报 你去哪里找这个网站啊 我就问他都是看什么啊 然后很多还有什么发言小庭啊 然后还有Yahoo的那个 嗯 就是 然后 Yahoo的news下面有留言功能 所以可以看那个留言功能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焦虑杂志吗 嗯 就是我什么都看啊 所以我每天就是 我等一下要跟你 call一下这些网站 不然我都没有知识 那个进来 对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 A4EG的消息 有一个叫做电击online 嗯嗯嗯 这个我有听过 对这个就是 漫画啊 游戏啊 就是手机APP anime之类有的没有 情报这个都会在上面 这样 好 嗯 大概就是这样啊 就是 收集情报的部分 然后5CH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去看好了 5CH上面都是 而且听说那边很多 加上好 中国的网军 会在那边 就是带方向 对 嗯 听说啦 就跟PTT一样啊 PTT也有中国网军 一定啊 超多的 各大网军 所以就是 5CH就像台湾的PTT啦 然后比PTT再更脏一点 我觉得有 嗯 那日本人也比较多吧 嗯 然后使用网路的人也 也比较多 嗯 凶宅也很多 嗯 好 好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题吧 嗯 何歳ですか 仕事やバイトの経験はありますか 几岁了 然后正职还有 或者是打工的经验 吗 好 然后 24歳で 正社員として 働いたことが 二回ある社会人です 好 EJ呢 24岁 两次正职的经验是社会人 嗯 那我的话呢 年齡は非公開で 全然社会に出たことがない博士でございます 年龄非公開 然后是完全没有踏出过社会的白子 年龄非公開的屁啊 我们国座同学 我就是要看 听众有没有在听啊 对 好 然后 我会有两次正职的经验是因为我 我大学的日文系 是念夜间部的 嗯嗯嗯 然后就是夜间部就是 反正就是因为 学费比较便宜吧 然后英文太烂了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 然后就开始 各种工作 所以我工作经验超多 我记得你高高中就有 就开始打工 就有打工 对我就开始狂 狂 我是打工狂 工作经验丰富 没错 你可以介绍一下 你到底做过什么工作 哦好哦 然后最早的打工就是 大家还记得高雄有一次 有黄色小鸭来高雄吗 有我还记得 我有合照 对 那是我第一次 的打工 就是在那边买饮料 好 这是第一次 然后接着就是去 有一间旺美早午餐打工 然后这个我是背离子的 就是我知道耶 我觉得工作就是这样 就是工作就是 你跟这个公司店铺合不合 然后你有没有办法做的上手 大概就是一两个礼拜 其实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然后这个就是我做不上手的工作 嗯 好 然后还有就是在日本料理 有一间已经倒了 叫做合掌屋 嗯 在民主路上 这是卖寿司的 对 嗯 老板超口的 哈哈哈哈 好 但是它的优点就是员工餐 超好吃 出饭很干净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做比较长的 几个工作 第一个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叫做密室逃脱 嗯 绝对零度 那个其实是你做这个打工 我才听说这个东西 对 不然我以前没听过 也到了啦 所以可以讲 就是那个老板 老板去开别的东西了 嗯 对 所以 这个密室逃脱 应该风潮也过了 所以他就收掉了 在八五道楼里面 就是 有有 还记得 我还去探班过 大家应该 就是我工作今天真的超多 而且我工作的 东西大部分都是会跟 就是大家 面对面 因为 EJ其实很 很会社交嘛 很会跟人家聊天 我擅长 面对人 人的一样 很厉害 然后 在密室逃脱工作 蛮久 两三年吧 然后就是 如果你们有来玩过 这个也是打工吗 对是打工 是打台的 然后 如果你有来玩过 密室逃脱绝对零度呢 你说不定可能 有看过 对 有看过我 好 然后下一个工作就是 在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 的科区教育组 里面当计划的 就是助理 你不是还有当那个解说的姐姐 解说员 计划助理里面有一个其中的工作 就是去 讲解高温超导 持乎列车 超 你怎么会懂这些东西啊 就是你进去 有人去教你吗 他有一个 一本 一个册子嘛 里面就是详尽的 教你什么是高温超导 什么是超导听 然后 那个什么 一个日文系列去读 超搞超导听 就背啊 你就背起来 你就可以讲了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大家客人 也就是观众名状来问的问题 大概都会是一样 嗯嗯嗯 就是超导听 为什么他可以 同时又有痴心 就是 有症疾跟负疾啊 因为他就是 你知道吗 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了 因为他有点久了 然后 我觉得好厉害 那个就是每个礼拜六日 然后在科工馆的 有一个叫做科学桂冠厅 然后里面就是会展示高温超导 持乎列车的模型 因为 大家应该知道 日本有在试 有一个路段是 就是可以真的 列车可以 悬浮的嘛 就持乎列车 我是没有看过 那个持乎列车 下面的那个东西 就是超导体 然后那个超导体 就是你必须要加 就是你需要降温到 好像零下100多度吧 我确切的度数忘记 然后他就可以 就是浮起来 他是同 他下面的那个轨道是磁铁 然后他同时 上面的那个超导体 到那个温度之后他就会同时 相吸也同时相吃 所以他又相吸又相吃 是不是他就固定 有点锁在一个磁铁的上面 导致他可以浮起来 然后这个的困难点就是 你必须一直 让超导体保持在很低温 所以现在还很难 还很难 所以他其实蛮耗能的嘛 就是为了维持那个温度 对 现在就是 如果我那时候展示的模型的话 就是要把超导体 放在液态蛋里面 然后让他 像液态蛋是 零下200多吧 我忘记了 然后你超导体拿 拿出来之后 他是不是也是零下200多 可是你接触到空气那一瞬间 他就一直在升温了 所以他就是这样子 在那个磁铁的轨道上面 跑一跑跑一跑之后 他就会 掉下来 就变成一个像什么 就是平凡无奇的石头的感觉 对 然后这个的话 就超多小朋友会 来看 然后会有家长 或是因为 其实你去逛那种博物馆啊 你看到有人在表演 然后是磁浮的 就是悬浮的东西 的 大家就很惊奇 就会停下来看 所以我觉得一定有人 有看过 我在客公馆的表演 就是在讲解 磁浮列车 超刁 就背起来 我真的 我这种工作我不敢接 为什么 我觉得好可怕 你就背啊 然后你就练啊 然后 最多客人问我 就说 欸你是不是成大的 因为 那个 成大 成大是研究磁浮列车的 的 那个 重症 对 然后连那个 给的超刀题都是 成大实验室烧出来的 哇 对对对 好像是以背同 氧化物所烧制的 我 我听不懂 就是那几个 我想起有点忘记 就是里面的那个数字 有点忘记 但是 就我也讲了两年了 对 好 然后下一个就是 我在游戏公司上班 然后这个工作呢 也是做了两年左右 可是这个 对于我人生有重大的影响 就是 我这个工作其实算是 做的没有很好嘛 因为我前面的工作之间 其实一直都很顺利 就大家好像都觉得我 我还不错 嗯 然后 觉得我可以 之类的 可是到了这里 就是我一直 因为这个我跟我主管 有一点磨合困难 然后就电波对不上啦 其实老实说 其实他也没有对我不好 嗯 可是他就觉得我没有到达他要的 嗯 的 程度 然后我 我一直就觉得说 我还要再跟他磨合 我还要再跟他磨合 嗯 但是其实后来还是真的不行 所以就是 我算是被离职吧 嗯 我记得你在那边的工作的时候 我超不快乐 我两年 超忧郁 陷入人生低潮 就是在那个工作里面 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很烂 上一个工作会不去了吗 上一个工作 嗯 你说客公管嘛 我就不 我就觉得说 我那时候跟客公管说 我要去新的公司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我是要往前进的 我不会 我不想要再 回头路 好像是我 我做不到 所以我又回去了一样 你知道吗 我有点不服输 你知道吗 我在那个游戏公司 我也不服输 我也觉得说 我一定要 嗯 让你觉得我可以 然后你还是待了两年多 还是不行 就这样 这个对我人生 真的是影响很大 因为我真的 我到现在 我还是会很担心 我是不是 觉得我自己工作哪里有问题 嗯 嗯 然后我好烂 没事啦 就只是跟 那个工作环境不太合 那福利超好的 嗯 好 然后接着是 我现在在做的就是 有房地产相关的工作 然后还有摄影 的工作 然后还有 跟我朋友 就是阿秋一起 就是 摆摊 嗯 嗯 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是超级多工 对 我出现在高雄市区的 各大 角落 嗯 就是这样 真的很厉害 像我就是在家 跟在学校 跟在这边录音 这样而已 所以我正在讲热热灯 我先讲了十分钟 二十分钟 对 哈哈哈 讲超久 好 然后 游戏公司完之后 就现在在 那个房地产相关 嗯 然后是完全不同领域 我觉得也是很 你怎么有办法这么跳通 我超跳的 而且 你就是怎么选工作的啊 我就离家近啊 哈哈哈 对 我记得EJ上一个工作 就是因为 离家近 所以他才搬家耶 他为了工作地点而搬家耶 我恨通情 我恨通情 我觉得 嗯 我就是离家近是最主要要点 我觉得通情是 真的是浪费人生 嗯 然后 现在在那个房地产相关 就是我真的 觉得 因为我在上一份游戏公司 我觉得我那两年 真的是虚耗我人生 我觉得我那两年 什么都没学到 然后搞得我自己心情很差 我每天都很担心 我今天会不会又做错什么 又说错什么的话 这个心态真的很不健康 对 然后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学到东西 然后 就这样子两年就不见了 可是我 我进现在这个房地产相关 虽然我第一个月也是很痛苦 因为你 我连 要学很多 对 我连平方 要算成平数我都不会 然后我什么都不会 我不会看藤本 我不会看 所有房地产相关 这很正常吧 你也不会对不对 谁会啊 要学才会啊 然后 那时候其实老板也不太爱教 然后就是 我真的是 自己摸 然后真的学到超多东西的 我就觉得这个工作 有让我学到东西是 我觉得最棒 像在科工馆我也学到超多东西的 包括超刀帖子 就像啊 我就觉得我在科工馆 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我在房地产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我现在跟我朋友出去外面白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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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算是你擅长的领域对不对 对 就是跟客人接触 然后 聊天那一些的 是我 我觉得我做得很好 嗯 然后 虽然我有点像是帮阿秋 嗯 还有付你薪水吧 有啊有啊 当然 然后帮我去做工 做志工的嘛 哈哈哈 有 所以 就是现在就是 因为我那个房地产工 是一天走四小时 嗯 然后 我就有点像是 我现在这段时间 有点像在找我 人生的 方向 因为还有兼职这个节目嘛 这个节目没有薪水 没有还没有 以后会有好不好 我们要有信心 以后会有薪水 好啦 就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就是 目前就是 Podcast 然后房地产相关 然后偶尔会有摄影 的工作 然后还有 那个 他 跟阿秋一起的摊位 这样子 嗯 好 然后我的话呢 就是一个是没有 一个是经验丰富的社会人士 那我的话就是一个 还没出过社会的白址 我真的是 因为我大学毕业就直接接研究所 所以真的 也没有真的出去工作过 都是做打工而已 然后现在的话是有在教日文 就在我们学校 对 在我们学校 我们那个硕士班那边有开一个 给高中 对 有开一个日文初级班 是给高中生来报名参加的 嗯 然后我就有教那一班 是在教大日吗 对 大家都是一样 嗯 很基础 前几册而已 就前两册而已 嗯 对 所以 然后之前也有在补习班教吧 哦 可是我辞职了 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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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是要读书的 不是读教的 对对对对 研究生 我每个礼拜都要做报告耶 嗯 然后 然后还有当那个教授的助理 计划助理 这个好像每个研究生都要做 每个研究生好像都有 对对对 做帮忙做研究这件事 嗯 然后还有以前有接过几次影片的翻译 这样 嗯还有 就是这个算是跟你上次拍影片的一样 因为那个雇主就是之前找我去拍日本电视节目的那个雇同一个人 嗯 然后你那个去日本留学的时候不是有在大户屋 对对对 诶在日本大户屋耶 有很严谨吗 没有啊 没有吗 我觉得因为店长人很好 他会教我 你要聊一下你在大户屋的经验吗 你有被因为是外国人瞧不起过对不对 其实也还好 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太紧张了 嗯 就是那个客人一次跟我讲说他要好几件事 然后我好像他一次讲太多我记不太起来 然后我就手忙脚乱 对 然后那个客人就跟我说 诶你慢慢来 你先怎样怎样 然后你做完我再讲下一件事情 就是他有点一点点不耐烦 他就一件就是叫我一件一件照他讲的座 这样子 那他有因为你是外国人所以怎么样吗 耶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外国人耶 因为名牌上面就是一个片甲名的 片甲名的名字 就不是日本人的名字 而且我讲话也听得出来 有就有口音 嗯 就那一次是我受了错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在工作跟各种事情上受了错 你才会知道耶 对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那在台湾的话我只有那个 因为我之前生病嘛 然后就是空窗期一年 嗯 然后就等上大学那段期间 有在一家那个台湾的G95打工 那也很好吃 可是才也四个月而已吧 嗯 就很短很短 你要公布店名吗 不要吧 不要 那今天还在营业 还在营业 还在营业 这一次真的是我第一次打工 招打工 嗯 就人家怡姐都老江湖了 然后我那时候才第一次打工 没错 好 那下一题 下一题 自己的优缺点是什么 那还有对方的优缺点 好 自分の嘲笑は行动力が高いところで 然后嘆笑は美化坊主なことです 深く考えずに口にしちゃうことを 寝る前によく反省しています うん 日下の嘲笑は優しくて善良なところで 嘆笑は小さいことでも 考えすぎちゃうところ うん 然后 那一階刚刚说的呢 就是他觉得他自己的 優点是执行力高 但缺点呢 就是三分钟热度 对 超级三分钟热度 常常在睡前反省自己讲话不经大脑 然后他觉得我的优点就是 温柔善良 真的 然后缺点是小事情会想太多 是吗 你觉得是有吗 是哪一件事让你觉得呢 我觉得很多件事 真的吗 就是包含你全男友这件事 真的吗 我就觉得没有 没有必要想那么多啊 就是他达到了几个点 我觉得应该可以分手了 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分手 就是我就跟你说那时候 心态很不健康 对 然后你就想太多了 你知道吗 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太寂寞 然后你又觉得怎么样 可是我跟他分手 我会怎么样 怎么样 其实不会 对 其实我就觉得这个都是多虑的事情 嗯 好 那我自己的话呢 自我放弃这件事就是跟那个 米加坡姿是有点像 对 你自己也 自己也知道 我自己也一直知道这是我自己的缺点 嗯 就有时候就会觉得啊 我遇到困难 我不行了 我好烂哦 然后我就不要了 对 有时候你跟我这样说的话 我自己心里会觉得 其实你在 在走几步其实就可以了 对 但是你就是觉得自己没办法就停了 所以我要互补啊 就是你就会推着我 推着我 我推你一些事你推我一些事 所以就是 嗯 互补 然后虽然说你的善良是 就是你的优点是温柔善良 所以好像很笼统是一个这件事 但是我觉得是 就是因为我跟他认识十几年了 嗯 然后 就是这件事情不是说 这么容易 在这十几年来说 都没有破功这件事 知道吗 就是 Hika就是一个没有恶意的人 就是你 他不会对一个人有恶意 或者是 别人对他有恶意 但他却不太会用恶意再回回去 你知道吗 像我就是不行啦 我超级 我容易对别人不耐烦 你知道吧 我知道 我不喜欢那种反应不好的人 嗯 然后 第二个就是 人家对我不好 我一定会 回回去 回回去 我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受他这个气 就是 跟我完全不一样 像这点我们就不太一样 对 像我的话我可能 我遇到我自己不喜欢的人 我可能就只会远离 然后我也不会去 跟他有任何的交流什么的 可是我不会 我不会忍气 就会让他知道 你讨厌他 我不喜欢他这样 也不是我 讨厌他 我不喜欢他 可是我必须要跟他共识 我就会让他知道 我不喜欢他哪几点 嗯 这样子 可是他们人都不会改啊 对 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啊 我也会觉得我自己没有问题 哈哈哈 这样子 懂 嗯 好 下一题 下一题 PETTを買っていますか 嗯 然后 有没有养宠物呢 有 三匹の猫 買っています 嗯 阴间呢有养三只猫 没错 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follow他的IG 就是 三只胖猫 嗯 嗯 然后那我的话呢 Odioという猫を買っています 有一只 他养了一只猫叫Odio 对 嗯 我们人是猫奴 那我比较早养吧 我国中就养 高中 高中就养了 我自己忘了 然后就陆陆续续 就一直夹 夹了 一分钟一只 然后第二年 六只 六只 然后现在又捡到一只 笨的 嗯 好 但是 重录到这边